好,接下來呢 如果說各位 剛剛已經做完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點到第一張 點了第一張之後我們來看看 放映的結果怎麼樣 怎麼放映呢 各位可以把右下角這個地方看一下 有一個 叫做投影片放映 各位點一下 就可以看到了 等於說佔了全螢幕的感覺 然後你可以再按滑鼠點一下 就可以看到第二張 再點一下第三張 再點一下第四張 再點一下,結束了 這邊有一個放映結束 按一下即可離開,你可以再點一下 就回到你編輯的畫面了 不過這樣子看 好像有點單調 每一張就這樣子 動,然後好像沒有配樂 感覺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呢沒關係,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叫做 插入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音訊 我們來插入一個聲音 那這個聲音呢,我們也可以從多媒體一郎 也就是 這個PowerPoint它有提供的聲音 多媒體一郎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了 美工圖案 那各位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一樣喔,先看這個選取多媒體檔案類型 這個地方下拉 現在 剛才如果你打勾全部的話 你會找到一大堆 那我們為了 找尋方便起見 我們只要勾這個音訊就好了 其他的勾可以再把它點掉 你看這樣點的就沒有了 我們把勾特別點起來 點音訊的 然後也是一樣 上面打聖誕 當然你也可以打英文 比如說 Christmas C-H-R-I-S-T-M-A-S 好,Christmas 你也可以去這樣搜尋 喔,就找到了 好,那我們選這個好了 這是什麼?哈利的這個 哈利路亞這個 我們把它按著 拖過來 放開 欸,可是 可能會沒有反應 沒關係 我們 拖過來的 對聲音這樣拖過來 如果不能作用的話 你直接在這個地方 直接點兩下 啪啪 好,各位就可以看到 出來了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先試聽一下 好 那這樣子呢 接下來呢 你就 可以把它 把這個拖到右下角 放著 好,我們來試播一下看看 來 欸,怎麼 現在在放映的情況 沒有聲音啊 啊 這個東西必須要去這個地方 喇叭 按一下 喔 然後再按暫停 然後才按 再按中間 再按下一頁 喔,那這樣子有點麻煩 我再放映一次 來 比如說我再點第一頁 再放映一次 今天呢 如果今天 隨便在 螢幕上 點第二張 哇 那個聲音就沒有了 就都不會播放 那這樣怎麼辦呢 那就可以請各位 在這個地方 聲音的部分 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個叫 音訊工具 其中有一個 標籤叫做播放 各位點一下 這個地方呢 你必須要把它切換 重新切換 切換 你可以切換自動 那但是呢 這個自動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切換成自動了 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放映試試看 欸 你看 一放了之後 投影片一放了就可以有了 那現在我要跳下一頁 哇 跳下一頁聲音也就沒有了 哇 那怎麼辦 來 再來看一次喔 我們跳到第一頁 點這個音訊的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音訊工具的播放 它這個地方還有第三個選項 叫做 跨頭影片播放 所以呢 我們應該 如果你希望是 大家在看你這個 頭影片的時候 都有這個 音樂當背景 就請各位選 跨頭影片播放 然後呢 也請各位看這個地方 齁 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 你的頭影片 有人頭影片看的比較久 可是這個音樂從頭播到尾 播完一次之後 預設它只有播完一次 聲音就會停止了 你希望是說 如果有人看到 才看第二頁 結果就聲音停止了 那這樣子怪怪的 你希望它一直重複播放 那沒關係 就把這個地方 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這個勾 打開來 那到時候我們就可以 再放音 好 它就可以開始播了 然後假設我們切下一頁 切下一頁 這個聲音也是一樣 可以繼續 好 也可以繼續 好 那但是我們一結束 好 我們這個看完了 結束了 那這個頭影片的聲音 也就跟著停止了 OK 所以這個聲音的設定 請各位來試試看